今天這部影片快速的來講解一下 怎麼讓小白也能夠來跟單 創造被動收入 很簡單 第一步我們先要讓你的台幣能夠換成USDT 首先我們先載一下這兩個APP 一個是Google的二次驗證 一個是王牌ACE交易所 這個交易所主要可以讓你的台幣換成USDT 最後USDT也要能夠換回你的台幣帳戶 好,就當你已經註冊完王牌交易所 點下個人右下角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個人訊息 這邊會有三個東西要你填 第一個是你的身份驗證 這就是KYC KYC完之後我們就可以填下你的銀行帳戶 這邊銀行帳戶要注意 你只能用這個帳戶來做出入金 你要匯錢只能用這個帳戶匯 而這邊的出金也只會出到你這個帳戶來 再來第三格是我們可以先保存一個 自己要常用的提幣地址 像我的提幣地址就是我的BitGate交易所的地址 接下來教大家如何入金 在第一個介面點選入金 入金訊息有一個帳號 這個銀行帳號就是要把錢匯款到裡面 就會自動顯現在你的台幣資產這裡 像我現在台幣資產是450塊 而我加密貨幣的資產是台幣1400塊 台幣進來之後要如何換成USDT點選行情 選擇交易對USDT TWD 點下去之後我們要的是USDT 所以選擇買入 而買入這邊有一個限價跟市價 我會選擇直接市價購買比較快 輸入你要購買的台幣金額比如說300塊 那你就按下購買 如果你現在是USDT要換成台幣出金的話 就直接在這裡按賣出就會變成你的新台幣 想要把錢換回台幣帳戶只要點選提領 然後就可以看到自己的銀行帳戶 選擇之後會在三個工作天內到你的銀行帳戶裡 接下來教大家如何把錢打到BGET交易所 點開你的資產並且選擇充幣 充幣這裡再選擇USDT公鏈選TRC20 然後複製下這一串叫做地址的東西 再回到ACE交易所這裡 並且找到提幣的符號 然後一樣選擇USDT 進到這個畫面之後 先輸入你要提的公鏈是TRC20 並且把地址貼在這裡 之後轉過去就會到你的BGET交易所 到這邊記得來資產這裡選擇化傳 把現貨帳戶的USDT 轉到U本位合約帳戶 接下來就可以開啟你的合約人生 講簡單一點 合約就是你覺得它會漲 你就可以買多 你覺得它會跌你就開空 比如我想要在比特幣掉到21000的時候 然後買上0.01顆的比特幣 那是用合約的方式 那我的槓桿是20倍 那接下來你只要輸入完之後 直接按買入開多即可 同理我用技術分析我認為它到22000會產生一點下跌 所以我就在限價這裡開22000 0.01顆比特幣 然後設好止盈止損 而這時候你這張單就會掛在那 比特幣漲到了22000之後 就會開啟你這張單並且開空 只要它下跌你就會開始賺錢 而我現在手上的單都是屬於多單 所以只要它上漲的話就會是賺錢的 這一面就是我的跟單交易於目前的開單狀況 那假設你想跟我們群組的單怎麼跟呢 在這邊我們看到最後一張是GALA 方向是開多 止損是前低 那止盈是4小時中軌 來這邊教大家這一張的止盈止損怎麼設定 我們是利用了布林黛通道來設定 那麼依照群組報單的指示 現在搜尋這邊找到GALA這支幣 那我們是要開多 開的時候會選擇成本價值 並且調到我的本金1% 然後槓桿是20倍 所以我本金1%就是20U 乘以20倍槓桿開多 開完之後我們要馬上來設止盈止損 那老師給的點位是用布林黛通道的中軌 這時候非常簡單 我們按住開倉價格 然後就出現一條線 這條線是可以手動拉的 往上拉就可以拉到你想要的止盈位置 我們拉到中軌這邊來 那這一個幣種的止損是前低下方一點點 所以我們在手動往下拉OK 那這樣拉起來我們指引止損就設好了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跟單的部分 選到了跟單交易這邊 然後進來我們就看到很多的交易員 那你可以在這裡打上你想要搜尋的交易員 找到之後就開始設置參數 從選擇幣者然後到本金的設置 高級參數打開來 那這邊可以做到更細部的微調 好當你賺到錢之後 我們要怎麼樣把錢提出去 來回到王牌交易所這裡 選擇入幣 那我們找到USDT 因為這邊我們要拿什麼 要拿這個王牌交易所USDT的地址 那找到這一串地址記得選TRC20 複製起來回到BGET 選擇資產充幣的旁邊提幣 提幣之後我們一樣選擇USDT 再來就是要公鏈搖選對TRC20 再把剛剛的那一串地址複製上來 最後送出來